大家好,我是小林 这个视频我想就是不讲太多新闻 就是做一个消化和梳理 就是我们看很多信息 因为特别是看财经频道的同志们 这个朋友们都是比较着重实际操作性 除了看热闹以外 我们偶尔就是需要一个消化总结 还有梳理梳理我们看到的信息 就是跟学生学习是一样的 学生也是天天上课 上课学习新的知识点 现在知识点以外 我们要注重复习 偶尔我们梳理梳理 我们就看到很多现象 因为我里面看到恒大倒闭了 这个什么楼市也不行了 全部冻结了 房子卖不出去了 现在要搞个双控了 凑巧呢 这个留言区有些网友也是提出很迫切的 想交流这个 究竟这个恒大结果是怎么样啊 这个会不会破产呢 破产不怎么破法呀 很多网友也提出这样的疑问啊 那今天呢我就梳理梳理啊 总的来讲也是回答网友问题 来梳理一个恒大一个双控是吧 然后简单说说波斯执拼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我一直我觉得是又是一个典型性的啊 一个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信号 这样我们我先回答网友问题就是这个恒大什么时候破产的问题啊 这个网友问了两次了 恒大究竟什么时候破产 那关于这个恒大的处理结果啊 我看了一溜的网上很多包括轮子的戏的 轮子戏好多什么新唐人的一堆的 我都不是很满意 我看了一堆的我觉得都是瞎说 或者说很多是从一个说政治故事的角度说 还是说什么呢 我看到好端还是在从一个叫做公司合音的角度来来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完全错误啊 就是还是觉得哎呦我搞了半通 然后把这个恒大收购过来啊 要要充公过来接管过来 然后还拿海航来比 我觉得这个完全错误完全错误啊 为什么呢 我之前为什么重点讲了苏林这个公司 我反复说了什么道理 我说了苏林这个公司没人要 你看搞了最后 我们是一直在跟踪苏林 最后苏林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还记不记得 最后苏林的解决方案是一溜的供应商成为了股东 美的海额 这一堆的这个给他卖电器的这个供应商都压货在这里 把他转股了 那也是明天企业 没人就所以我说了 这个美人这个政府不想要 或者说你说权贵不想要 你的细胞纸不想要 你说把这这东西收过来干嘛呢 对不对啊 你你苏林都没人要 你何况恒大呢 你想想 恒大比苏林还差远呢 我告诉你 苏林好歹有个实体每个月有收入 哪怕他是亏钱的 对吧 你可能卖一台空调 可能不赚钱 基本上不赚钱 要除去房租人工 他就要亏钱 苏林是这个情况 但是苏林好歹是有运转的 他好歹是有实际性的 现在恒大是啥都没有 我都不明白这么多人 没有一点点经济常识 根本就是 什么什么 你充公什么呢 你接管什么呢 我都不明白你 现在恒大有什么可以接管的 把他接管过来 简直是个烂摊子中的烂摊子 你还有人说 没有一点实际操作性 所以有的是纸上谈兵 有的真的是 还是要提高一下自己的知识水平 你这个不能直接接管的 你接管的 你进场都进不了 你信不信 我之前 因为我有实际施工的一些经验 你那个工 谁给你施工呢 现在你一进场 施工都要结账 之前这么多工人的工钱又要结账 全国这么多个地方 你接管一下 而且房子早都卖了 你接管过来干嘛 接管过来 你把它建好之后 纯粹就是交付 你没有钱的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对不对 你说影响大 恒大第一个 说什么时候破产 恒大就不会破产 我告诉你 从法律意义上来 他说他就不破产 你信不信 从形式上来讲 我觉得可以参照OFO 你参照一下那个小房车吗 他没说不负责呢 你可以登陆上去排队呀 小房车到现在还在排 我告诉你 排了几年了 几年前就开始排队了 排了什么 排了几千万人 你可以排呀 但是没有人可以对付 你就排在那堆 我没说不负责呢 我没说破产呢 你可以申请啊 至于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能对付 我不知道 对吧 你说我为什么要急着 接管你 恒大 你开玩笑 接管什么 我拖个一两年 两三年不行呢 对不对 我为什么急着 现在要给你接管呢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它更多 但它实际上是破产的 实际上资金也断裂了 实际上你们屁民是亏的 但对于它来讲 或者说对于政府来讲 它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你们收不到楼的 对不对 你说这真的 你就是这几十万个 六十多万个家庭 你说你收不到房 难道你还颠覆了共产党不成 对不对 所以就我觉得 它也不至于很急 给你们盖好这个房子 真的 所以这个更多的是 我觉得会以一种实际破产 但是名义上就不破产 这样一种模式 我觉得是比较靠谱的 因为现在太多矛盾要处理 而且你接管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这怎么梳理 而且你要检测 你这个烂尾的楼里 比如建的石层 我之前说了 要有科学的检测报告 而且国企做事 如果你是国企接过来 你更加说 不是一接过来 明天就给你建房子 没有的事 这些是维稳新闻 就掉坑里面去了 很多人 以为这些其实是维稳 我告诉你 按悄悄就告诉你 共产党无法无天 无边无际的力量 我一接管就解决问题 这个其实是一种宣传 这恰恰是中共的宣传 其实它不会接管 我告诉你 苏林都不接管 你何况恒大 这个坑这么大 接管来干嘛 苏林也影响个几百万人就业 苏林上下游这么多电器 这么多店铺 这么多员工 苏林都不接 恒大不会接了 然后你再参照苏林 更多的 而且现在已经在走这条路了 就是把债主变成股东 你看苏林当时就是把一堆的美滴 供电器给它变成股东 最后你们好歹这么多美滴 这么多格力 格力好像没有 也有一点什么大松 那些电饭包都有的 然后就这么多什么苏博 很多嘛 电器 然后这些变成股东 这么多个电器公司 总是把苏林拉扯起来 所以现在苏林股价仍然在跌 苏林的股东是没有救他 但是这实体倒是运转起来了 保住了 所以苏林得到了一个解决 最后就是股东也没赚到钱 但是维稳了 整个社会维稳了 然后恒大现在一个方向 就是让所有的这些 现前的债储都变成股东 你看也是债转股 其实也是债转股 那就是把你们这些理财的 你看又叫你换房 这些房子其实卖不出去 我之前就说了 你要明白 这个房子不一定值钱的 包括土地也不值钱 很多也抵押了 现在就是让你换房 换房啥意思呢 其实这些房子也是不能网签 它现在都抵押了 做什么开发 开发什么抵押 它也不能过户 现在所谓换房 都是给你签一个买卖合同 这里面的细节道道就很多了 现在你买的 换的也不是房 换的是个买卖合同 真正你不能还没能到那个叫做什么 叫做房子房产中心那里过户 网签不了 因为它还抵押着 它需要你们全换成债权以后 全换成这个 叫买卖合同 其实就是把你以前的理财合同变成买卖合同 变成一个房产合同 然后可能你还有尾款 尾款你要收一点 它还是能收一点钱 你多少少肯定有尾款 然后物业费要交吧 你如果换成房之后 你又开始交物业费 甚至你可能要交房产税 对不对 你可能还要交税费 那一来一回它还是收了钱 对于地方政府也收了钱 明白没有 所以为什么要让你换房 一个肯定多多少少有点尾款 对不对 你不可能是 不可能你那个理财十万就是十万 对不对 通常来讲理财额度肯定没这房产那么大 而且随它估值你想想 现在换过去就是随便它估值的 它给你估个 我说七千块 以七千块换房 你还没得逼逼 你说都没得说 你去 你真正阿八经 现在去恒大的售楼部里给它砍价 砍到五千 砍到两千 我看网上两千七百块一个平方 恒大的房子 你现在给它换它 它说给你七千 你还没法说理去 对不对 所以它现在这个办法已经很好了 就是把你们这些欠钱的 或者说欠什么全部换成房子 然后它肯定会收一笔钱 然后就收进来一笔钱 然后再想办法把它建好 肯定让恒大自己建好 然后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现在帮恒大一个事情 什么呢 我帮你押注他们维权 不让他们维权 不让他们思维 这方面帮你押注 所以你看到现在其实恒大 慢慢慢慢已经有个轮廓了 这个解决就是让这千千万万的韭菜作为代价 然后按悄悄你可以建筑质量差一点 对不对 像那个融创 你给它交付个50%实际面积 然后给它房产证 我随便到时候配合你开 开个120方的建筑面积 60个平方实际面积 对不对 但是你说它实际交付了 对不对 我合法合理了 对不对 所以最终还是千千万万韭菜吃的亏 这是恒大 恒大整个解决方案就差不多这样 看听明白没有 差不多就这样了 然后双控 双控这个网友是 他是这么说的 我说说他的留言是怎么说的 他说双控是联合国要求的低碳政策 不让中国人产生二氧化碳 那中国人只能从事农业 旅游业和卖营业咯 他是这么留言的 那他这里我告诉你 第一个这不是联合国的要求 这是习包子的要求 你要明白 那如果联合国要求这习包子能捉 那真是谢天谢地了 我告诉你 联合国的你看WHO 已经多少次让中国配合溯源调查 武汉肺炎 他配合了吗 他不配合 天天让你不要虐待新疆人 你不虐待那么天天继续虐待 也就是习近平哪里有这么听话 他这么听话就好了 习近平谁都不听 甚至是党内稍微合理一点的建议 他都不听 所以你说这双控 红红火火的 在国庆节之前 你说如果没有习近平的同意 把全国工厂都关掉 搞得人心惶惶 开玩笑呢 习近平不把你拿下 对吧 所以就是 不太可能 是其他人的要求 他从来 你说这个要 有的人说是 要应付西方的检查 西方说 说中国 这个什么 什么叫做 碳排放特别多 是吧 其实 他可以造假 对吧 你说这些细胞子造假 也不是一天半天的 所以我觉得也不是说 跟西方要做什么交换 倒不是 因为他可以造假 他数据上造假一下 他就应付过去了 而且他现在是 真正的八斤在关停 所以我还是倾向于觉得 是细胞子自己真想这么做 他是有可能的 你看 我们都说了 细胞子 他真的有那么一点 这个原教旨主义 他真有那么一点 就是 我之前说了 他不吃人间烟火 虽然是个臭老男人 但是 我又用一个小仙女的 一个形容词来形容 他不吃人间烟火 细胞子真不吃人间烟火的 从小 反正没吃过任何苦 从小 就是老八 就当中央 是吧 那么中央元老 然后各种安排 没有任何挫折 在生活上面 你说什么 有的人说 现在什么90后 00后 不能受一点点挫折 我告诉你 细胞子从小到大 我怀疑他就没有一点点 你说生活上不如意 或者说没有 他也没有钱这个概念 你想他从小到大都是组织安排的 住的房子老婆 甚至是消费 他不需要任何消费 组织都安排了 生活上方方面面 他就像个肺炎一样的 就像一头猪一样的 天天就该吃吃该喝喝 然后秘书说了 今天去哪里讲个话 去哪里出席一下 你说的他啥都不用丑 就是不吃眼尖烟火 那到最后什么呢 他就是 你也可以理解为 说好听一点 你可以理解为那种 西方贵族式的 但他比西方贵族 主要问题是 他没读什么书 西方贵族读的书多 他没读什么书 他就是懂的东西也不多 他就单凭自己的一种信仰 他觉得中国青山绿水不好吗 都好啊 对不对 所以全关掉呗 是不是 作为西方贵族 他是我之前说过了 西方贵族就负责拉屎 他不负责擦屁股 有人帮他擦屁股 他就到处这里拉一坨 拉一坨 像流浪狗一样的 他都不需要想 自己想个鬼 有人帮他擦屁股就行 帮他捡就好了 这些养猫养狗的蚕蚀官 你们是不是 这位西方贵族就是没有办法 他是皇帝 有什么办法 他你说 很多你说 培训行业 说房地产 什么明星 这些他就是负责官 他觉得你们这些明星 粮炮不行 粮炮都给我全取消掉 他就直接一句声就行了 他不需要负责 后面任何后续的安置 或者说管理不需要 我只是要提出我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不能粮炮 你们就全部给我留胡子 不就完了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 培训班不应该上课 全部上课了 那培训班 你说培训班 有的人还在说 培训班是什么 为了提高生育率 哎呀 我这不明白 怎么想的 你留着培训班 多收个几十个亿的税收 你这几十个亿的税收 你拿出个十个亿 我就不信 你拿出十个亿去补贴 他们生孩子的 中国人都不值钱的 你真补贴他个两三万 每个月给他个一两千 给他两三年 你说这效果多好 我告诉你 中国人都很贱的 你给他个两三万 我保证生生生马生生 很容易的 是不是 你也得把培训班关掉 让人生孩子 这简直扯淡 简直扯淡 你还不入钱 是不是 你把这十几十个亿的税收砸掉 你想想就教育培训 那几百万就业 每个月给你交个社保 每个月社保一千多块 你说吧 就这个钱你何必呢 就完全他就是原教旨主义 或者说他也不是有什么信仰 他纯粹就是他自己觉得这样 他觉得我们祖国的花朵 他就是这么觉得 我这个中华俄女 他就是不需要学英语 他不需要学那么多东西 他就这么认为 反正你可以认为他有一盘大气 然后你说你后续他不管 我都说了后续不管 你后续你们不补习英语 英语专业的学生做什么 你做什么 你自己想 他不管 你爱做什么 做什么去 他就不管 反正就这样 而且他的秘书可以告诉他 可以做翻译 不做培训班老师都去做翻译去 很好 我们出口 公共很多 西方国家都排着队 来买我们的产品 需要很多翻译人员 所以把培训班关掉 可防可控 没有一点点影响 就这两个 一个双控 你说你这个问题 应该问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要求干 然后不让中国人产生二氧化碳 你说这些工厂去从事什么 你问习近平去 习近平都不负责的擦屁股 我们也没法想 没法做 可能他的秘书告诉他 中国的农业大有可为 中国的旅游业大有可为 中国的什么成人产业也大有可为 是不是 哎呦 这个最后波齿直拼 波齿直拼 波齿直拼 顺带说说 我之前就说了 这个公司呢 我简单说说吧 不深入说 有机会再深入说 波齿直拼这个公司 也是我的一个指标性的公司 我们这个频道有好多指标性 波齿直拼是其中一个 你看到过去一年上市在美股上市走势最好的一个公司 而且我看基本面最好 真的没有比他好的了 妥妥的好 确实这个标的不错 然后这个波齿直拼 我告诉你 波齿直拼这个公司经营畅旺 就是证明中国人找不到工作 他现在每天活跃用户 你看他公告出来 三千多万 三千年四十万 每天活跃有三千多万 在波齿直拼上面找工作 这个可以你作为一个参考 就是中国的失业率的一个参考 就是这三千零四十万人 那有些每天能找到工作的 就有一些人就失业了 反正每天恒长的有三千多万人在找工作 就在波齿直拼上 还不算在实体找的 或者说在招聘会找的 或者说马上要毕业的 马上要毕业一个一千万出来 所以就四千万了 这三千多万人还是很想找工作 而找不到的一拨人 有些人他有钱 他可能不急着找工作 而这三千万人 他是迫切需要找工作 但是找不到的这拨人 所以这拨人就是真正的 叫做刚性失业人口 他里面好多数据有空 我们再聊聊吧 波齿直拼 波齿直拼走势相当好 上市以后中概股都跌得很惨 但是他保持坚挺 代表的是中国真不好找工作 而且他现在收入很好 很多人愿意付费在波齿直拼上面找工作 成为会员 证明确实现在找工作不容易 不然这三千多万人你以为他傻吗 是不是 他都无端端充什么会员 专门给你这个招聘 马上充个会员去找个工作 所以真是就业这方面很不容易 那就这样 波齿直拼我们会一直说的 因为它是个很好的指标 那今天就是讲了这么多问题 先讲这个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点分享 拜拜